各位,大家現在營光網上見到這位 叫做戴玉,是中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的教授 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2020 對美國的四個想不到和十個新認識 他這樣寫,他說2020年對中美關係來說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一年 這種艱難可能會持續幾年時間,甚至會更加長 因為到目前為止是沒有解約 當下中美關係,中國人有幾個想不到,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美國對中國會這麼大仇恨 內文就說特朗普對中國一點好感都沒有 他自己是特朗普,就形容中國成為貿易恐怖主義者 全球經濟侵略者,欺騙者小偷,規律破壞者等等等等 我們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口沒遮謊 他什麼都亂說,不過這個也是 另外就是將中國打造成一個十目不赦的貿易大流亡 將中國威脅論推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第二個想不到就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政府會落手那麼狠,時間那麼急 都沒有談判的時間 這個是絕大部分中國官員和專家預測不到的 這一點我都同意,特朗普說加關稅 初初三百億,五百億,兩千億,加上去 根本沒得談的餘地 這是特朗普的手法,極度施壓 這件事可能中國那方面的官員未必知道 但其實如果大家留心,特朗普以前的所作所為 大家知道他最好喜歡用這招 所以如果他要對付任何一個對手 他都用這招 這是一種流氓式的施壓手法 特朗普是其中一個專長 他就說想不到,但我覺得上得到 因為這個是特朗普的特性 但是他的策略變得這麼快 可以說他變臉變得很快 這個人沒有什麼道德觀念 也沒有什麼面皮可言 所以我覺得他上得到,他說上不到 第三個上不到的就是 沒有一個國家站出來表示同情或者支持中國 大家要知道現在他們的一般國家都很難站出來 他們因為雖然被美國欺負 但是現在中國不夠被他們作為黨戰牌 所以他們就算拿了中國很多好處 在關鍵時間都未必會和中國一起採取統一行動 這個我們也在中國歷史上 秦始皇能夠統一天下 因為其他國家並沒有一起聯合起來對付秦國 這個是一個世界必然的通病 所以中國要抵抗,唯有靠自己 沒有靠人的 第四個上不到就是美國國內竟然形成一個統一陣線 其實這個也不是想不到 美國的對外政策一向都是在兩黨都是沒有分歧的 他們分歧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國內的內政裏面 對外政策他們一向都是出奇地統一的 原因很可能就是他們有個外交事務委員會 其實他們的權力非常大 也都嚴重地影響到美國那些總統的思維 所以他們的對外政策 我們從歷史上看到 無論兩邊哪個黨主政的對外政策都沒有變的 比如在以色列方面的支持 在巴勒斯坦人的關係 或者支持沙地阿拉伯等等 他們的對外政策是統一的 這是歷史來的 所以我也都不覺得想不到 因此從這裡我可以看到 其實這位大玉教授 其實他作為戰略研究所的教授自然 他公開講和對內人講是未必相同 所以大家不用認為他無料 他這個可能是一個虛質實知 實質虛知的一樣 接著他講下去 他說有十個認識 第一個認識 不要認為美帝是智老虎 這是一個真老虎 是會吃人的 其中一點就是大家要記住 你不要當美國政下紳士 他們也不是慈善家 他們對國家和選民是極度忠誠的 他們不容易被收買 他們唯一忠誠的對象就是選民 這一點不是很對 他們唯一忠誠的對象是自己人包 為了迎合選民和自己人包 他們什麼都會做 第二個認識就是不要指望 他們會永遠犯錯 美國帝國有完善的矯片機制 不可能永遠執行政治正確 也會看到他們可以隨時大轉彎 所以對外政策來說 我不相信他們會有特別大的轉彎 尤其是在軍事上 但在其他國內之類 他們變來變去 這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的特性 第三個認識就是 美帝不重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 他只是看重是經貿利益 其實他們的體重是金融利益 因為經貿只是金融的一部分 對他們來說最重要是賺到錢 他的核心不是對外貿易 核心是要控制著世界的金融 利用我的金融來謀取他們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在這裡寫說 美帝的核心就是對外貿易 所以千萬不要佔美國太多便宜 這件事我就應該把它改成 美帝的核心就是金融控制 你不要想著它可以鬆手 第四個認識 不要一大張旗鼓在美帝門口說 我要超越你 我要取代你 敵異屬世界第一 他都說得對 一定不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最怕別人取代他的地位 日本人試過 現在中國受到這樣的打壓 完全是因為中國已經超越了他 第五 他美帝不在乎得罪人 他有很多盟友 但他絕對不會犧牲利益 去討好朋友 這個說得非常對 對他來說 民友只是用來有用時用 沒有用時可以犧牲 因此 香港那些暴徒 他們也不認識這點 他們自己會很蠢 因為美帝當他用完你之後 他隨時可以連你也拖 因為搞到死 走狗烹 吃賣 大陸 就是要承認美帝小時候 老大這個事實 雖然感情上不容易接受 但感情不能夠取代事實 目前美國仍然是老大 不過他所說的原因 跟我有些不同 我不太同意 一樣 這是時間問題 他所說 美帝手中掌握的職員 遠遠超過我們 我們可以彎道超車 但彎道是暫時的 在直路上 你是追不到的 因為他掌握了很多高科技 我們只是在消化吸收美帝的科技 慢慢不要把消化吸收本成什麼創新 你是不夠他烈鬥的 所以最重要 不要自欺欺人 以為自己真是很進步 有很多事情還要去追 所以我覺得比較謙的是好事 第七個認知就是 不要在美帝面前說信息共享 因為他們很注重自己產權 你經常在研要技術共享得到什麼 他就當你是偷 所以他們不會這樣 所以你就不用知道了 但是這次習近平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聯會上 說 將這次如果中國做成新冠疫苗 會放出來做共享 這件事是深深地捉到他們那方面的利益 第八個就是 美帝就是玩戰略的高手 千萬不要被人在身上玩戰略 永遠都是 在自己地方被人打仗 是壞的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做 最好辦法就是 可以避開戰鬥 盡量避開戰鬥 因為不值得這樣拖落 不值得消耗自己的力量 而忽略了自己民族的復興 第九個形式就是 不要指望美國選舉會改變的國家戰略 這個我前面也提過了 他們的外交策略是超越了他們黨派之爭 所以無論他選哪個人出來 他的外交策略是不會變的 換句話說 他針對中國這件事也不會變 因此你不要期望在換了一個總統之後 那個形勢會變 換了另一個總統 可能他戴上手套給你打 現在特朗普連手套也脫了 連內褲也脫了 就跟你打 下一個總統可能會穿衣服 跟你打 但是你不要忘記他們 是不會理會你 總之是他要自己得利 最後一個認知的第十個 就是不要天際這樣認為 你只是和美鬥一家鬥爭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回碟效應 他們的策略就是他們的盟友多 而盟友已經在過去幾百年霸佔了 在經濟生態裡面 以及在市場生態裡面 霸佔了很多重要的位置 所以如果大家要搶這個新的生態 這個是需要一些時間 一些努力 所以我不相信在短期之內 你可以鬥贏它 但是 物必先父而是重生 可能不是中國鬥贏美國 而是美國自己衰落 這個也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有可能性 將來我們有機會和大家分享